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itable這個線上的 那你可以先看看他的demo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風格跟我們剛剛 NMind就是所謂的那個萬彩動畫比較不一樣 因為國外的這種東西他們比較 有 另外的風格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要中國風是用 萬彩動畫比較多 有沒有 那你就自己把文字加進去 就好了 所以 也有圖片對不對 影片 都一樣啊 OK 看過之後 你應該知道要做什麼事情了吧 按下去之後 就是要註冊啦 要註冊啦 剩下的就要交給你啦 因為你知道該怎麼做 真心 還是 真心 你如果要絕情的你就用 拋棄私信講 各位都註冊好之後進來 很抱歉啦 這裡沒有中文 真的只有英文而已 只要英文不要太菜 所以你知道不能叫菜英文了嘛 老師會不會那個 開玩笑 我們就create一個新的 以後其實你就是反正就是新的影片嘛 當然你也可以用資料夾來做整理 就folder的 以後比較多的話 你就直接按一下 又是範本 右手邊這個我就先把它關掉 是不是一堆範本 他問你 你要做廣告 要做簡報 要做片頭的 intro就是一般我們講的就是 那個開場動畫 好開場動畫 時代秀應該各位就比較有熟悉了吧 就像簡報這樣 一張一張播 一張一張播 還是你要用 Bidings 就是一般我們 比較像 像我們現在很多什麼 比如科普類的 科普類的 他有一些原理 要告訴你 可是有時候原理比較健身 他就 就想要用這種動畫的方式告訴你 是比較容易懂 對不對 就類似像這樣 好 那就看你要哪一種 如果你要做intro的 就是做片頭的 你就先選看看 看要哪一種 點進去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不是有一個嗎 應該不只 這裡 你可以選不一樣的 有沒有 像這樣 不過字型的部分 字型的部分 中文可以打 真的可以打 可是他就是預設那個黑體 黑體而已 原則上不會用矽名或標凱 因為那個 矽名或標凱字體比較細 比較不適合用在標題上 或影片的那個上面 他的這個部分呢 你像現在這個 如果你要 這個出現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自己決定 顏色啦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你要什麼色系的 你要這一種的 背光這裡有好幾個對不對 你看看你要哪一種的 這個的 聲音 他這一種就比較像步驟式的 就跟我們那個 萬彩動畫大師比較不一樣 聲音你也可以自己先聽看看 如果確定要他沒問題 你可以先preview一下 你可以先試一下 我現在是沒有打什麼字 就只有他內定的字 那這個部分呢 他在線上 製作就需要一點時間 就需要一點時間 他做好之後也會自動積封信 到你剛剛註冊的信箱 提醒你說我已經做好了 我把它先存起來好了 左上角這邊我把它先存起來 他總共有五個場景 剛剛我們在這邊有五個場景 哇 這邊要一點時間 好吧 我先倒退一下 倒退一下 這樣有沒有 這就出來了 對不對 只是還在建置中啦 那你可以從這邊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找到你要的 其實 就可以做蠻多的 好做蠻多的 那像這裡 這一個的話 我看一下 專案的名稱 所以Beatable它也是 雷同我們之前的 只是他的在步驟上 範本的 使用上會相對比較簡單 相對比較簡單 這樣還OK嗎 可以啦 就他現在還在做 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邊有一些範本 Template 你可以找到其他的 像我的就是用這個 所以你可以從範本裡面直接找也可以 不要說直接像我剛剛直接進來這邊加 你就先看他的範本要哪一個 你再進去 再進去也可以 只是當然不可否認有些是屬於富貝的 也是屬於富貝的 所以 他的風格跟我們一般 看到的 有 就比較不一樣 就比較不一樣 另外呢 像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的 這裡 這個 這個 或者是Animation 其實都是雷同的 因為現在這些服務啊 真的還蠻多的 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再去看看這一些 理論上來講 像 這個 它就有分兩個部分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 它有分做影片的 跟做什麼 做 像我們剛剛那的 做卡通式的 有沒有 做卡通式的 所以 比較不一樣一點 跟各位簡單稍微介紹一下